到学校去上课 结果上厕所的时候呢 觉得有个监视器对着你 会不会感觉怪怪的呢 新竹有一间国中啊 因为厕所常常公务被人家破坏 所以学校呢就想说 好 我每一间厕所都给你装个监视器 看谁在搞破坏 但是呢 他有保证啦 说这个拍摄的角度有调整过啊 所以绝对不会拍到学生上厕所 但是学生还是感觉怪怪的 妙吉当厕所如厕 抬头一看 怎么会有个监视器在头顶上 新竹一所国中 遭人投诉 学校每间厕所都装有监视器 有的厕所还有两只 真的是太夸张 没有吧 有学生神经很大条 完全没发现 有学生则是不满 以后上厕所 不就成了现场直播吗 就觉得好像 没有自己的隐私权啊 然后都 好像都被学校在监视一样 所以我们那时候也考虑到 隐私的问题 所以我们装的时候 因为这个都是挡住的 我们其实主要是要看 被破坏的问题这样 老师跟学生是共用的 厕所 所以那时候也大概有 跟老师提过这个问题 因为那时候也没有说一个 大家有一个反对的一些看法出来 老师同意 不代表学生也认同 小房大费就张花钱装监视器 其实有不得已的苦衷 有时候大部分都是好玩啊 不然就是有可能也是 那个学习压力太大吧 一片大概就花两千块啊 对啊 学校就花两千块 所以有时候一个月这样 维修下来是几万块这样子 就是这种破坏的风气 可以下这样子 看看厕所的门把 真的有许多被破坏的痕迹 小房再三保证 拍摄角度有调整 只会拍到洗手台和厕所门口 学生如此的画面 绝对不会入镜 小房更拿出监视画面自清 这就是刚刚你们看那个预测 它看起来就是拍到洗手台 小房声称不违法 但厕所毕竟是隐私空间 不管有没有拍到如厕画面 难免让人觉得方便 真的很不方便 中天新闻何孟谦 邱婉柔新竹采访报道